各位弟兄姊妹 早晨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圣经里所说的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我们都期望是一个令人得帮助的地方 令人认识神的地方 但事实上神的教会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哥伦多教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 给我们后世的教会很好的学习 原来信主耶稣的人还有很多所谓 现在都流行说的进步的空间 其实就是很多问题的意思 哥伦多教会除了我们前几个星期说 是有这个纷争结党的问题之外 还有上一次跟大家说的还有一个淫乱的问题 就是有一个会员 他和自己的继母来同居是有关系 保罗很严重的责备他 说要将这个人来交给魔鬼 由魔鬼来加痛苦给他 以至于有一日希望他能够悔改 到第六章 又有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我们美国都是时时看到的 这里有一个数字 这个是2007年的数字 就是美国很多律师 很多律师 现在会不会少一些呢 应该是越来越多的 为什么这么多律师呢 因为有很多的告状的事 很多的事务 需要去法庭来解决 教会会不会打官司的呢 我在这里找一些例子的时候 你都很小心 因为一不小心 说了大家认识的人 就不好意思 因为事实上 有些案件是未曾判决的 又不能够拿来说 免得有毁谤的言议 但是呢 我后来发觉 原来我们的 香港台湾 都有将我们 是发生在美国教会界的事 是登在他们的 教会的刊物上面 在那个教会的刊物上面 就登在去年 美国有一间教会 就控告他的前任的牧师 小心了 这个教会呢 是全美国第二大的教会 是有两万三千个会员的教会 都很有名的了 这个教会呢 叫做 Without Wars International Church 很大 我名字都说出来了 很大 因为这个都是一个新闻 都不是什么秘密 他们的牧师呢 就控告前任的某一个牧师 告他什么呢 他说他偷洋 偷洋 偷洋即是拉会友 有一个牧师呢 原来是这个教会的其中一位牧师 他离开的时候呢 就成立一间新教会 成立一间新教会 就有很多旧教会的人 参加那间新教会 于是旧教会的牧师呢 就控告新教会的牧师 说他偷洋 告成了什么呢 就不知道 但是呢 你说这些事都会用来告的吗 恐怕大家都有时都会听闻一些 为了其他理由而控告的事 譬如我听过呢 这间建筑物应该是属于 这一批会众的 或者那一批会众的 不是打官司 我又听过呢 就是这个牧师呢 应该已经不是我们的牧师了 但是有一批人说 不算 我们要挽留他 他还是我们的牧师 那又要打官司 这些事打官司 令到世人觉得 教会都不是一个和平的地方 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呢 圣经的腓立比书 第四章第二节 保罗就在那里说 他说我劝大家 希望你们有人 去劝这两位女童工 一个叫尤雅爹 一个叫秦都基 他两位呢 就有一些意见不合 但是他两位呢 都是很好的女的传道人 同工来的 在腓立比书 第四章第二节那里说 我劝尤雅爹和秦都基 在主女同心 我也求你 这真实同父一丫的 帮助这两个女人 因为他们在福音上 曾与我一同努苦 这两位女童工 都是很好的童工 都是和保罗做过童工 一起去传道的 而且呢 是很用心去做的 但是他们两个人不同心 就是没有办法相处 会不会有发生这样的事呢 连保罗的童工 都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保罗就叫肥立比教会 是帮助他们两个 是大家康复 不要再有这个 不能同工 或者意见不合的情况 今天和大家讲的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这一段 就是关于 哥林多教会里面 有告状的事 真的告了 是去到法庭里面告 是和非基督徒的法庭 来告了 那告什么事呢 我们看回第六章 第一节那里说 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 到底差什么呢 我们都不知道 很久都没有说 但是哥林多教会 除了有纷争结党 除了有淫乱的事 还有这个 就是你告我 我告你的事 这件事 令到保来 要来到劝勉他们 不要这样做 所以 大家以后不要告我 因为 第一 如果你是彼此告状 你就不是很重视教会的见证 不是很重视教会的见证 外邦人 或者不信处的法官 或者陪审团 见到教会的人 你告我 我告你的时候 真是不太好看 其次 如果我们是很注重自己 属灵的生命 我们根本上 就不应该去告其他的基督徒 你告我 我告你 我们找法庭去解决 第三 我们如果很重视自己 在神的国度里面的地位 我们都不应该再去做这些不义的事情 什么不义的事情 就是欺压别人的事情 多少的基督徒 或者甚至是侍奉主的人 因为觉得教会的人不公平 或者领导教会的人不公平 以至于灰心 不再侍奉主 或者不再去教会 这些事都无日无知的 在教会里面发生 古今宗爱 刚刚讲一个 美国的现代的例子 和古代的圣经的例子 都是有人与人之间不能相处的问题 那保罗如何来劝勉我们呢 那我们就分开这三点 跟大家一一来讲 第一 我们看回这个第一节 他说 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 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 所谓不义的人 其实是说非基督徒的 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 这个不义的人 与圣徒是一个相对 不是说 所有法官都会冤枉人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你在教会里面 彼此之间的问题 怎会拿去 教外的法庭的场合来解决呢 我们都知道了 法律有所谓 这个民事法 这个刑事法 有些就是彼此之间的争拗 不是一些杀人放火的事 是一些所谓dispute 一些在民事 这个civil court里面 在此争拗 有一些就是罪案的杀人放火 如果偷使这些很严重 就是criminal court 教会当然不能够取代 政府去判案 因为政教是分离 不是说教会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杀了人就进教会就没有罪了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一些争论的事 彼此相争 第一节那里说的dispute 这种的相争 是一些意见 是一些不和睦 是一些比较 是个人的 比较不是一些 犯了政府法律的事 这样来到法庭里面告 他说 你们不应该去不义的人面前求审 应该在圣徒面前求审 豈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若世界为你们所审 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者最小的事 第一个想跟大家讲就是 所谓什么叫最小的事 所谓最小的事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 那种不和睦的事 那种争论的事 那种不能相处的事 如果要去法庭那里 去争论 他又说过什么 我又没有说过什么 他那天又怎样对我 那天又怎样对我 拿这些法庭去争论 真是令到教会的名声是不好的 他说你应该在圣徒面前 第一 圣徒面前 而且 还说 第五节那里说 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 能够审判这些事物 教会里面最有智慧的是谁 不一定是牧师 千万不要达这么快 教会里面的基督徒 里面的智慧的人 哥林多教会 就是特别高举智慧 特别强调有智慧的人 我们就跟从他 那你们的智慧在哪里 当弟兄姊妹有争拗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彼此的对立 最后呢 要 好了 既然大家都没办法解决了 我们去法庭吧 去法庭不是一个最后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能够在圣徒面前 能够教会里面有智慧的人 能够去判断这些事 这里说 最小的事 最小的事 在弟兄姊妹当中 在牧师和弟兄姊妹之间 在牧师和牧师之间 在弟兄姊妹之间 这些真论的事 保罗他说 这些是最小的事 最小的事 是今生今世的事 这些法庭的事 这些争论的事 竟然间是去到法庭里面 要求解决 他说 如果你不能够解决今生的事 你怎能够解决未来审判世界的事 审判世界 不是主耶稣来审判世界吗 是 但是 圣经这边都一再的说 我们若能忍耐 也必与他一同作王 作王是什么意思 不是说 我们就是高高在上 作王那么简单 而是 和主一同的 来管理未来的世界 主耶稣要审判堕落的天使 但是主耶稣都愿与他的教会 他的仆人 他的仪女 和他一齐 坐在宝座上面 来审判 这里所说的世界 这是 既然主耶稣愿意将这个 这么崇高的地位 一个权力 来交给他的仆人 他的仪女 那我们又怎能够 不在今生今世 来学习 去行公平 公正 公义的事情呢 我们如果自己都做不到 我们又怎样去 来到去審判 将来的世界呢 所以一个重视教会 见证的基督徒 他是不会轻易的去控告 另外一个基督徒 信徒与信徒之间的相争 除非彼此是无意去和解 但是教会也不能够去处理 否则都不应该去到法庭里面去解决 因为基督徒去控告基督徒的时候 连法官都会感慨 你们信耶稣的人 和我们不信的人 有什么差别呢 而且恐怕你们彼此去控告的时候 被我们不信的人 更加严厉 是更加的不留情面 如果是这样 教会就失去了见证 但是在哥伦多教会里面 竟然间就有这些 是彼此去告状的事 我们因为太多的律师 或者法律制度非常之好 因此我们动不动去告别人 而且这里所说的告 没有是弟兄之间那种彼此的控告 第二 如果我们是一个公义的教会 我们会有人可以去判断是非 所以教会里面都是不简单的 因为侍奉主不是很简单 有时都是要去判断一些事情 如果信徒与信徒之间有相争 教会的掌执 都是要去做一些调和的 或者是判断的事情 记得不久以前 就在两三年前 有一位牧师 他被弟兄姊妹来控告他 就是欺骗 行骗 叫人家投资 谁知道投资的钱就没有回来 那结果是怎样解决呢 很多弟兄姊妹就说 我钱给了他 给了他 就没有了 那后来就 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 就去和一些其他的牧师说 结果就请到 洛杉矶的基督教的同工会出面 由主席和有两三位牧师出面去处理 就去勸改牧师 就是要还给别人公道 而且他们都不再做教会的牧师 这样就处理了 如果不处理的话 如果他不愿意去配改的话 恐怕就是要政府的法庭来处理 但是第二点要和大家分享 就是 如果你是很注重自己熟灵的生命 在第七节那里说 你们彼此告状 已经是大错了 你可能告状是得了一些钱 或者得了一些权利或者利益 但是这里说 你们彼此告状已经大错了 你去告你的弟兄姊妹 已经是大错了 为什么不情愿受欺 为什么不情愿吃虧 你说基督徒就是要吃虧的吗 在《创世记》里面 第十三章 阿伯拉罕有一个侄儿 有一个侄儿 有一个侄儿 叫做罗德 阿伯拉罕和他的侄儿 大家都是做牧羊 那两个人的财富都很多 两个人的羊群 和手下的牧羊人都很多 但是因为水、清草 就是这么多 于是他两批人就相争 后来阿伯拉罕 他主动的这个长辈 他提出 他说我们是弟兄 我们不应该相争 我现在告诉你 你如果要这个地方 我就走 如果你要那个地方 你就去 你选 我们不应该相争 你向左我就向右 你向右我就向左 我是以一个长辈的身份 来让步 你去拿 结果罗德 一看 那里有一片平原很好 他就选了那个地方 就留回山地给阿伯拉罕 山地的生活 当然没有平原那么好 而且平原还很繁荣 一个特别繁荣的城市 很多生意做的 就是所多玛 罗德就搬搬搬搬搬 搬去所多玛 而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就在山地里谋生了 过着比较条件 没有那么好的生活 但是这种的 宁愿吃亏 宁愿阴阳的态度 后来的罗德 在所多玛 是损失了所有的财产 而阿伯拉罕是越来越强大 后来他还可以去救回罗德 罗德在战争里被俘虏 阿伯拉罕还冒着性命危险 所以这种所谓 为什么不情愿受欺 为什么不情愿吃亏 其实一个谦虚的人 才是愿意去退让的人 一个信靠神的人 吃小小亏的时候 他不会去计较 是不会动不动去告对方 所以第七节那里说 你们彼此告了 这个已经是大错了 一个在品格行为见证上面 是输了的人 就算赢了官司 都不是真正的赢 这个已经是大错了 他有道理 他赢了 但这是他的大错 然后第八节那里说 你们倒是欺压人 欺负人 况且所欺压 所欺负的就是弟兄 欺负其他的基督徒 欺负教会内部的人 当然人善是被人欺 所以一个善良的人 让你们欺负 让你们去欺负 让你们去欺负 他说这样 是不对的 一个重视自己的灵命 属灵生命的人 是不应该随便去告状 去告他的弟兄姊妹 但是 很可惜 这些告状的事 都是 时不时就会发生 我相信 前面所说的那个教会 他又是告赢了 告赢了 这个牧师不应该带走我们的人 他如果告赢了 那个牧师输了 他要求的赔偿很少 就是一万五千元美金 如果这个带走 这一批弟兄姊妹的 或者不是他带走 而是弟兄姊妹跟他走的牧师 是赔回一万五千元 输了这个民事的案件 这个得到一万五千元的教会 又会不会 能够将所有弟兄姊妹 他会叫回来 好吗 赢了官司 就失了见证 到底神的角度 是不是好像世人一样 是一间公司 告另一间公司 都是为了钱呢 这个已经是他们的大错 第三想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重视 你在神的角度里面的地位 你就不会随便去控告弟兄姊妹 第九节也说 你们喜不知 这一章里面有六次的讲道 喜不知 这些事都是大家知道 都已经知道 你们喜不知 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角度吗 即是说今天做基督徒的人 今天信主耶稣要进入神的角度的人 不是这样的人 是什么人呢 以下就讲到有很多种的人 不要骗自己 不要自欺 不论是淫乱的 拜偶像的 奸淫的 作戀童 以前是有所谓的 现在其实可能也是有的 就是作戀童 即那些 男妓 亲蓝色的 作戀童已经亲蓝色 就是一体两面 一个是做软弱那方面 一个是做侵犯那方面 偷竊的 贪婪的 醉酒的 欲骂的 勒索的 这些人 不是只是这些人 而是举例这些人 都不能够承受神的角度 比如说我立刻有一个问题 我是基督徒 我还是这些人 你看下去 你们中间也有人 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 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剩成性称义 他说 保禄说 在神的角度里面 不应该是这样的人 在教会里面的人 不应该是动不动 去告别人的人 我都见过基督徒 一开口就说 我要告你 现在 他就认识一些律师 是专门帮他写 那些恐吓人的律师信 给你一封律师信 你等着收信 这里所说的 不义的人 是不能够承受神的角度 这里没有说到控告人 就是不义的人 但是这里所说的 很多的行为 都不是在神的角度里面 应该有的行为 都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 他说这些人 是不能够承受神的角度 回到刚刚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又是这样的人 譬如说 我是一个欲骂的 什么是欲骂的 我喜欢骂人 我喜欢 有没有人很喜欢骂人的 叫做欲骂的 是一开口 就要骂到别人 是很难堪的 很难受的 这是什么 我没有做那些 不过我就是 勒索 我就是要 用很多办法 得到更多更多的钱 那些办法 都是不对的 去威胁别人 神的角度里面 不应该是这样的人 但是 为什么有基督徒也是这样 如果有基督徒是这样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他不是基督徒 他是一个 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做救主 没有真正悔改的 挂名的基督徒 所以他仍然做这些事 或者是暗地里做这些事 他仍然每日做这些不义的事情 但是他说他是基督徒 但是照这里所说 神的角里面的人 应该不是这样 所以只能够在圣经里面 我们找到一个名词 叫做假弟兄 他不是姓假 叫弟兄 不是真的基督徒 但是他又喜欢来教会 他又喜欢被人觉得他是基督徒 但是他的行为表现出来 不是一个基督徒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他是一个基督徒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话 他以前是有这些行为 他信主之后 他有一次挣扎 他明知道不对 他也不想去做 但是他的身体 不听他自己的说话 这种人 这种第二种人 就是犯罪的基督徒 犯罪的基督徒会怎么样 他能不能够得救 能不能够承受神的角度 只有神和他自己清楚 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耶稣说 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从一个人的行为 可以看到他的内心 如果基督徒 还是在做这些事 或者 他的内心是极其痛苦 好像保罗他说 我真是苦 我想行的善行不出来 我不想行的恶 这种是活在一种矛盾 和痛苦里面的基督徒 他因为以往 未信主之前 有这种习惯 因此 他未曾能够改变自己 他还活在一种 内心的挣扎里面 当他做这些行为的时候 其实他知道 他是不配在神的角度里面 所以这里所说 不是说 你信徒犯了这些罪 你就在神的角度没有份 而是一个警告 就是说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一个在神的角度里面的人 不应该就像以前一样 既然信主行为 就应该改变 有什么办法 这个就是今天所说的 最后一点 到底有什么办法 可以令到自己 放下自己这些不好的东西 如果还有这些不义的行为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 仍是一个没有公义的生活的话 这里说 十一节 你们中间 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哥伦多教会里面的信徒 在信主之前 有人就是有这些行为 可能这个地方是一个 在性行为方面 是很无测 就是很淫乱的地方 里面有Aphrodite Aphrodite 即是 那些罗马和希腊神话里面的神 是有两个名字 一个罗马名 一个希腊名 Aphrodite 即是爱神 爱神的庙 我们说爱神也很好 那些钱一射 他就爱上谁 不是 爱神的庙 在哥伦多 里面有一千个以上的庙妓妓 妓妓 恐怕也有男的妓妓 在他的祭祀里面 在他的崇拜里面 是包括了这个奸人的行为 所以那座庙叫做爱神的庙 因此在哥伦多这个地方 信主耶稣的人 以往曾经在这个庙里面去祭祀爱神 曾经在这个庙里面犯淫乱 都不是很奇怪的事 但是这里说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但是今天你已经是怎样呢 这里说给我们听 有几件事 帮助我们去脱离 以往这种不义的行为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行义的教会 恐怕我们随便去控告别人 背后的原因 是什么我们还未曾脱离那种不义的想法 我们还和世人一样 以为什么事我们就利用这个法庭 或者律师 我们很高兴,可以帮我去圣过我的弟兄 教会里面实在不应该是这样 这里告诉我们十一节 就是这个改变不义行为的方法 这里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藉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净 成圣 清宜 是要藉着圣灵的帮助 要改变这些不义的行为 你需要圣灵的帮助 在《提多书三章五节》那里说 藉着圣灵的洗 藉着圣灵将我们的罪恶来洗净 所谓基督徒是需要被圣灵充满 需要圣灵时时在我们的内心 在我们的生活上来光照我们 责备我们 如果你认真地为你的问题祈祷 圣灵会来光照你 圣灵会帮助你 圣灵会让你想起 耶稣基督所说过的说话 圣灵会给你力量 去过着一个意义的生活 是离开以往不意义的事情 又说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已经是结正了 成圣了 主耶稣基督用祂的补血 来洗净我们的罪 每一次我们被圣灵来扎鼻 我们就求主耶稣来卸灭我们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一次两次 每一次当不意的想法 临到我们的时候 或者在我们心里面出现的时候 我们在主的面前 求主帮助我们 求圣灵帮助我们 我们脱离那种不宜的生活 还有这里所说的 成圣 成圣不是说一个人成为圣人 他以后就是不可能再犯罪 而是说成圣的意思就是成为圣结 这是一个过程 在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需要 好像以法尔书所说的 脱虚救人 穿上新人 将救人和救人的习惯 将这些不宜的行为放下 以往 或者我们很喜欢 是 时常找律师来告某一个人 今天我们因为迅处了 和我们弟兄之间 我们愿意好像阿伯拉罕一样 用一种谦阳的态度 用一种给别人得到好处的态度 来和弟兄相处 这样我们慢慢慢慢走上 这个成圣的道路 虽然尚未是完全 但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慢慢地被神成圣清移 从地位上的一个疑人 变成一个真正的疑人 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真端 各样的事情 但之间的告状 因为我们这样的学习 这样的放下 将来我们能够承受 因为耶稣要托付给我们的 审判世界 审判天使 是何等的不容易 如果今天我们不做一个公正的人 今天我们不做一个公正的教会 我们又怎能够在未来 神的角度里面 去承受神的托付 去审判这个世界呢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公道的话 我们又怎能够去审判别人 因此 今天我们都是一个学习的阶段 在我们学习的时候 不要再被此的告状 在诗篇96篇第10节那里说 人在烈光中要说 耶和华作王 世界就会坚定 不得动摇 他要按公正审判作物 神是公正 教会都应该是公正 我们对待弟兄姊妹 都应该是公正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不想被欺负 不想被虧待 但我们首先都不可以去欺负别人 规待别人 我们不想被人控告 但我们都不去控告别人 这些都是神的角度里面的子民 应该注意的事情 能够使到教会 当人有争端的时候 来到教会里面 教会 不是说鼓励他们去告别人 而是鼓励他们 能够去解决这些争端 愿意我们真是成为一个 如叫人和睦的人 因为这样的才是 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赞美你 希望我们人是很软弱 很多时候是孤意的 或者是无意的 我们就是在教会的内部 在弟兄姊妹之间 有不和睦的事情 或者被人欺负 或者欺负别人 希望我们这样都是 在世人的眼前 没有好的见证 因此主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既然成为你国度的子民 求主帮助我们 都能够成圣地清移 让我们能够使人和睦 因为这样 人家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求我们无论去哪些地方 都带着和平的重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做完 fitting 不可计